就是在沉澱了一個禮拜之後 然後就有一天他就把訊息給我說 他覺得他就是心疼我 然後就是眼淚就是那個 衝上腦門 狀態的話 我的開玩笑對他來說 他聽不懂 因為你年紀確實 大了他16歲 然後我常常會 常常就是 好吧好吧 現在有那麼多烏鴉是不是 我就趕快再換其他的東西去 歡迎收看E-Studio一鏡到底之Talk一杯 我是主持人鄭偉博 今年的台灣電影 真的是在質量上面大爆發 而在今年的年底當中 會有另外一部作品 要呈現給所有的觀眾朋友 是哪兩位主演 今天來到現場 要把他們最新的作品介紹給大家呢 我現在話就不多說 我先把兩位男女主角介紹出來 就是親愛的殺手的男主角 江湖人稱行走賀爾蒙 這哪來的 好你等一下自己解釋 你的鄭仁碩 嗨 碩哥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不是行走的賀爾蒙 因為行走的賀爾蒙 大家說是瘦子 我是仁碩 好不好 嗨 好那接下來是年紀22歲的超級詩人 人稱台版金太熙的 邱思琦 哈囉大家好 我是在裡面飾演畫面的邱思琦 對 嗚 嗚 我們很難得可以這麼接近 是我啦 你已經很接近了 我要跟各位觀眾那個 抱怨一下 雖然我們韋伯哥他已經有家世了 但是我等他等了五年 五年前在最深夢死你出道就認識了 我終於盼得你今天來到我的節目當中 對 好開心喔 好 那其實呢今天要介紹的就是親愛的殺手這一部片 那既然有愛有殺 我們今天在喝的這個部分 一定要有一點點 Special 所以我要介紹 Fallplay的老闆 東區第一帥的Alan出場 Yep 嗚 嗚 嗚 韋伯哥這個你的 嗚 哎呦 今天這個感覺特別唇厚有味道 對 這杯叫做永別的武器 他是取之於海明衛的一個著作 叫做永別的武器 海明衛自殺死的嘛 對 但是其實我覺得說這個蠻切題的這杯酒 是因為我們用了那個 就我研究了那個預告片 其實我看了很多次的預告片 可以喝嗎 Alan哥 可以可以喝可以喝 先喝好先不吃 我喝了我喝你永別 不會不會不會跟武器永別 我等一下再告訴你 你要他有另外一個特調 是喝完就會永別三天的 對 他這個他這個這個杯酒很特別是 我裡面加了三種苦味 是非常厚實的苦味 川芯蓮非常直接的苦味 跟會回甘的甘草的苦味 然後在那個那個櫻桃不要弄丟喔 不要弄掉喔 對那個櫻桃是子彈的意思 子彈 就你剛喝一口以後 再吃那個櫻桃 再喝的時候會有 煙消味 很像在吃仙女棒 就是開槍的味道 對他是一個那個 味覺的一個 那個編排 對 你可以感覺到那個 有開槍的味道 像吃火柴啦 或是喝仙女棒 那種味道 這其實兩杯就足夠了 對通常只會放一顆櫻桃啦 因為通常只會開槍 沒有勇氣開第二槍 對 三層口感 對 第一口喝進去是一個味道 櫻桃進去有櫻桃的味道 再喝一口之後 那個酒跟櫻桃結合之後 從喉腔到鼻腔融合又是第三種味道 對 歡迎來到時尚玩家 對 我們介紹這個 好爽喔 你變沙沙了 對 很厲害 好 慢用慢用 好 謝謝 謝謝 Alan酒 Alan店的酒 好 我們先Cheers一下 那個少女還是先不喝 哥哥們喝 好 好 有好酒助性 男女主角們 來介紹一下 其實我已經看過這部片 它討論了很多 包含了社會邊緣 包含了愛 包含了情欲的議題 但是究竟是什麼樣的作品 來 台版金派熙 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在劇裡面是飾演一個 有心理疾病 然後需要照顧半邊中風的 媽媽的一個角色 好 秀哥是 哇 這麼快就轉到我這邊 韋伯哥先跟你講 好 大家好 我在心裡面就叫六 數字六 然後後咧 我是下半生有殘疾 然後有疾病的人 所以呢 等於是她心裡有疾病 她下半生殘疾 下半生殘疾 我們合起來 兩個人相遇的愛情 而且合起來才相對人 的一個 算是 社會邊緣愛情故事 其實你看呢 它有這麼多的議題 但其實它 我看完片之後 有許多的反思 反思以及在裡面 你們的情感是濃烈的 甚至情欲也濃烈的 但是 我相信在拍攝的過程當中 應該是非常的辛苦 而其實兩位主演的這一部片 他探討了一個議題 其實不只是在歐美國家 隨著社會的階層的急劇加大 而且可能包含了在經濟弱勢 或者在身體的殘疾上面 我們想要再往 在社會階層再上跳一個台階 可能沒有那麼容易 甚至是另外一個議題就是 以性換租這些案例 在歐美國家乃至於 到亞洲都開始發生了 你可不可以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以性換租的這個議題 而且在你清純的外表之下 你在電影當中 有做出很沉重的一個交易 對 其實不容易 我覺得 這個角色他不得不 因為他 畢竟他很愛他的媽媽 他只能為了 讓他媽媽吃到更好的東西 讓他們的生活變得更好 所以 不得不做這件事情 對 但是其實 人生往往有很多的無奈 他沒有選擇這個角色 我覺得他 畢竟他從小到大 他就是孤生一個人 直到他遇到Ryu之前 所以他是沒有選擇 只能這樣子來做決定 仁壽在他的真實生命當中 其實經歷了許多的高低起伏 也因為這樣的生命的養分 能夠幫助他在不同的角色挑戰當中 能夠完全的很傳神的傳達那個角色的精神 可是在這一次他又有一些跟你生命上面的映照 甚至是可能你拿了甚至你父親的輪椅來準備 是不是 對 其實 這個其實 當初就是畫 這個人就是比較 直系影格 畫講太快 其實我應該跟劇組說 請劇組幫我準備輪椅就好 但是呢 其實 因為你下半身完全沒有知覺的人 你必須要去習慣他 然後你必須要去練習他 所以我 因為我爸爸已經走了嘛 然後 家裡面還留著爸爸的人存在 我就拿爸爸的 推啊 練習啊 練習啊 但其實 就是推一推的當中其實會有 會去想到 曾經 好像五年前爸爸還做完這上面 然後爸爸這個 爸爸的味道 什麼的 然後練一練其實 其實會有之前的一些 感覺一直回來 那我覺得 那也算好事啊 因為覺得 我爸爸明明之中可能知道說 可能幾年後我會接到什麼騙子啊 然後他 遺留的東西還 還可以幫助到我 所以我就 就 就拿他的東西來練習 然後練習其實有跟 一些真實的原型人物 去跟他們 去做交流 然後詢問他們 其實 哪邊是 就是 你們想要讓社會大眾 最想看到的東西 哪邊是 真實的事情 而不是外界說的事情 就是 這方面我跟導演 跟劇組其實有互相討論說 其實要怎麼樣把這個 雖然可能是有一點愛情片 的成分上裡面 但是 還是要 做足到 不要讓那些人被消費的感覺 你也類似像導演去做 甜調班的 跟這樣的一個族群有過 然後接觸 對 讓你最印象深刻的故事 是 其實印象深刻的故事 現在給 現在講給大家分享 其實 感覺好像有一點有趣 但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其實 他們 有正常的 伴侶 正常的伴侶 而且另外一個伴侶 其實是完整的 並不是 下半生或是上半生 沒有 又受過傷害 對 然後 我覺得他們 其實還蠻 蠻驕傲的啊 因為我覺得他們還蠻 就是可以引以為傲 就是因為 他們必須 要比我們演員更厲害了 他們下半生沒有知覺 但是如果情侶之間 必須要有交合的時候 他還是可以 他怎麼樣 他要怎麼樣讓他自己有知覺 然後可以進行這件事情 他們必須要用 腦袋 對 去傳遞 去控制他 必須要用腦波去傳遞 可是 腦波裡面 明明下半生 其實真的就是沒有知覺的 他怎麼樣傳遞一下下去 而且可以讓另外一半很幸福 我聽到我覺得很開心 我覺得哇 原來是 有這麼一回事 也真的不容易 而且超出我們原本的想像 對啊 他們就是 一定要想 一直想 一直想 然後就可以讓自己有正常的程序 嗯 我覺得這個是蠻厲害的 這很特別 而且我在看這一部片的時候 其實 我就想到 仁碩的 過去的生命經驗 其實我要想說 你一定要有一些經驗 不管是 酸甜苦辣 或者是 好的不好的 都能夠 成為你演技的一部分 我覺得這是演員 他的人生當中 會需要的 你可能 我講個比較直白的 可能 富二代 演不出這種味道 沒辦法 我是說 富二代演不了你這個角色 對 富二代演不了你這個角色 但是你卻能夠去 你在這些年的作品當中 你都能夠很投入其中 就是我覺得是生命 還有你很投入 你像在這部片 你還做了哪些準備 除了這樣的甜調之外 其實 你的腳 掰咬的很真 對 你是真的被導演打斷嗎 也沒有 也不是被打斷 就是其實 你 我就必須要 跟 就是那些身上的人士一樣 有那樣的心境 就是我 我每天 不管是不是在想台詞 或是記對方的台詞 我第一個想的一定就是 我的腳不能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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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可以去做我要講台詞 然後其實 在家裡 其實自己在練習的時候 其實就是 我 就是 從沙發起來的話 我就 讓自己 腳用拖的 然後慢慢練習 就是 拖著去廁所 那當然自己在家上廁所 已經就是站起來上嘛 攤著沒有辦法上 但是 他們的 廁所的 那個設備啊 器具啊 都有另外去設定 所以 我可以感受到 他們 的那種 啊 其實萬一沒人在家的時候 他們 自己怎麼處理 旁邊沒有人怎麼處理 對 我就算旁邊有人 我也不能叫 就是 必須要自己去克服 然後 還會把 兩隻手機擺在那邊 自己先 按錄 然後自己擺漆尾 然後看看 看看自己 這樣拖的像不像 這樣講有沒有夠如老 對啊 因為我有 我有承諾過 就是 他們那些朋友 然後 因為他們那些朋友 就是 他們想要 就是他們很想要看看 就是 怎麼樣傳給他們 那我說 我 盡我全力去做 希望不要給你露氣 對 所以我答應他們 所以就必須要 很認真去 把這個事情 你們各自花了多少的 時間 進入到這個角色 因為 你也不容易啊 他其實很壓抑啊 說實在 對 這幾年的成績嗎 欸 其實 不 不單單只是 好 先 好 先先先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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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 說的他是去做甜調 那我的部分 是因為我身邊 有一個朋友 他好像就是 類似被強暴的經驗 然後那時候 是 我在他身邊 然後就是 一直陪伴 陪伴他 所以就是他 當下的那個痛苦 跟那個狀態 我其實 滿能感同身受的 這是其中一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 是因為 因為 我那時候很喜歡這個劇本 是因為 我覺得泡命這個角色 內心 估計 然後 整個人的狀態 跟他的家庭背景 我覺得跟我自己本身 是有一點點 相似的地方 其實我一直 從小到大 我覺得我自己 不是一個很快樂的人 就是我 我其實一直 就是有想過說 我有一天如果想把我自己的 故事寫成一個劇本 那是因為我很害怕 別人會看到說 這個東西是不是 內心的自己 就是我很害怕被看穿 是不是邱思琴本人 所以 就是 果斷放棄 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但是那時候 看到劇本的時候 我就覺得 好像有一點 實現了我心中 緣分 對 緣分實現了我心中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 願望 而且我 真的從來沒有想過說 我自己會 接觸就是 文藝片 因為我以前拍的類型 都是 偶像劇 對 不是愛情片 不要說文藝片 文藝愛情 文藝愛情 所以有些時候 角色跟劇本會找上你們 那兩位的角色當中 其實因為在裡面 不管是社會的弱勢也好 經濟的弱勢也好 殘疾也好 此外還有另外一個 其實很大尺度的 就是情侶系 你是一個天使的面孔 但是你做了非常大的 犧牲在這部片裡面 你怎麼去面對 當初看到劇本 乃至於導演 他要求你可能要全裸 還有跟碩哥要非常緊密結合的 情欲的愛情戲 這個部分 我覺得 當下 就是 我想問你鼓掌一下 你很勇敢 不容易 前幾天才跟我說 要哭 不能哭喔 哭出來吧 快點 剛好剪預告 他覺得他很 心疼 心疼 這件事情 他說他當下看到這個東西 他覺得 他沒有這麼多的想法 後來就是 大家各位看 剛剛就是我們去應酬 他整輩的 然後我剛剛沒哭 然後就是他 就是在沉澱了 一個禮拜之後 然後就有一天 他就把訊息給我說 他覺得他 就是心疼我 然後就是 眼淚就是整個 衝上腦門 然後那個妝白化 然後還沒有掉下來 然後就是 這個有Hold住喔 有學到東西就對了 等一下要Take這樣下來 你的經紀人 我認識他20年了 他是一個蠻鐵石心腸的人 所以他竟然還這麼有人性的 另外一位 難怪嘛 另外一位 另外一位 他 你說的那個經紀人 他非常支持我拍這部片 他說 小女孩總是要長大 是不是鐵石心腸 我形容他沒錯 周美玉 但是你真的很不容易 就是 你除了我剛剛講到的是 角色早上之外 你為何可以就說服自己 然後把自己就是全然的 放在攝影機前面 我覺得當下 對於我來講 劇本 的內容大過於我要 有演出情欲這個東西 然後第二個是 全部的人都給我非常多的心理建設 然後 三是大家都很保護我 還有就是現場 就是所有的工作人員 除了 除了攝影師以外 全部都是女生 我覺得這個是 很難遇到的一個 就是機會 包含我也是女生之一 所以導演賴夢傑也是女生 開玩笑 在裡面有好幾場 但是非常重頭戲的是 兩位在地板上面的 一場十五分鐘左右的這場重頭戲 你做了什麼樣的準備 而且你還要保護它 你還要在鏡頭前面做出最專業的演出 我其實 在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印象 但是我至少在拍那場戲的前兩天還是三天 我原本沒有那麼愛在私底下跟他開玩笑 從那前幾天我就拼命的一直跟他開玩笑 但我是 就是我的開玩笑對他來說 他聽不懂 因為你年紀確實 大了他四六歲 對 你的笑話是不是也沒有辦法get到 對他沒有辦法get到 然後我常常會 常常就是 好吧好吧 現在有那麼多烏鴉是不是 我會趕快再換其他的東西 去 去 想要逗他笑也好 然後想要讓他知道說 其實我一直在你旁邊 就是 幹嘛幹嘛幹嘛 他有在做這些事情 其實是個很暖心的舉動 我只是想讓他就是知道說 其實 過幾天要拍這個戲 也沒有什麼 我們還是一樣 每天都在工作 每天都在拍戲 搞不好都是同一群人 然後這群人 對你的看法 也都沒有改變 的那個意思 然後殊不知 讓他覺得說 其實蘇哥你真的蠻幼稚的 你說的話 其實我們都聽不懂 你可以閉嘴嗎 我想說好吧 沒有要閉嘴 這很努力的要 對 但是那個 但是那個閉嘴其實 他都有聽到 他才會叫我閉嘴 所以我覺得還好 就算講的都很爛 但是他至少都有聽到 我只想讓他就是 更鬆的 把那個區塊放在旁邊 因為我知道他 他的舉動很暖心 因為我那時候 我記得我在片場的時候 因為我太專注想要把這件事情 做好 然後所以就一直在當下 其實那時候就是很難去分心 對所以 我也因為這樣沒有那個 cash到 但沒關係 但是至少 但還是有幫助 但至少真的不容易 一個二十二歲的女生 對 那時候二十一歲 他可以做到這樣的程度 其實 勇氣可嘉 你跟彩儀在裡面 就是片子裡面 是母女 但是戲外 她也是演技老師 可是在有一場戲 好像結束之後 你還是繼續情緒 不能自己的 哭了十五分鐘 是她真的罵得很 罵到你心砍底 還是那個情緒 你無法釋放 那個情緒 心砍也有 但是就是那個情緒 就是沒有辦法釋放 所以最後就是放聲 因為我覺得太痛苦了 而且我那時候還要想 就是想溜這個 這個角色 我就是鬧他裡都是 就是說哥說哥 就是我們 被人家很開心的那個狀態 還在想我 對因為我記得那時候那天拍 主上記得 拍那一場的 前幾場就是剛好跟說哥 拍完好像比較甜蜜的戲 然後接下來就被罵 所以有感覺 有甜蜜的感覺 有 然後就是又被罵完之後就是 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忽視 因為真的罵得 其實蠻難聽的 對 對然後就是最後崩潰 就真的是忍不住 所以宣洩出來 柴儀真的罵得蠻到位的 對 對 他真的你如果在某些場域 待過遇過這種人 他真的就是罵得 就是那個樣子 沒關係我要講的是 你在裡面叫泡麵 那有趣的是 你一直在吃泡麵 你們兩個有算過 你們拍這部片 總共吃了多少泡麵 他也有吃 對我泡麵吃不多 他泡麵吃很多 對 我看他只好吃一箱油 我蠻享受的欸 泡麵廠商趕快找他代言 好不好 這樣這邊 對對對 然後這邊 一起 也可以合體好不好 一起吃 一定要來 對啊 你還行嗎 吃了一個月 沒有到一個月啦 但是如果 一箱油 我覺得 因為那個東西是好吃的 我記得我們在表演課的時候 我是真的是吃那種完全沒有味道的 因為他們聽錯就是 導演的指令 對 他們聽成就是那種 要吃那種 就是單純過水的 然後變軟的 泡麵 然後沒有加任何調味料 那個我吃了大概十幾二十種多 而且熱量都還要進去 我記得我在開拍前 我都不敢碰泡麵 然後是到開拍後 他們就說 那個泡麵是有調味的 你不用擔心 而且當下吃的那種 真的蠻開心的 真的不容易 你又有情緒系 又有這個社會邊緣的人 還要不斷的吃泡麵 對 但其實 碩哥也不容易 我覺得這些年 你看你演過宮廟的角色 黑社會的角色 然後在這個最近上映的 不管是親愛的殺手 還有這個 就是同學麥娜斯 在空裡面這個角色 你每一個角色 都有做怎麼樣的功課 讓自己能夠完全進去嗎 我剛剛講的 除了你過去生命經驗之外 你真的是演什麼項目 這個就是 就是我對我自己負責 對觀眾負責的一個心態 就是 不管面對哪個角色 其實我都會想要去找 那個原型的人 然後去學習它 然後讓自己成為那樣子 那你還想要挑戰什麼角色 你看已經這麼多 而且是社會寫實跟不同 就是社會階層的 你都挑戰過了 我其實還蠻想挑戰 那個純喜劇 同學麥娜斯還不算喜劇 因為同學麥娜斯其實就是一個 其實讓你笑 其實讓你很好笑 但是其實 你那個笑 其實你也不知道是真笑 還是假笑的東西 你有點笑中帶苦 苦中帶的 因為你在裡面的角色其實 很多三明治世代的男生 是非常能夠理解的 喜劇呢 那你想要挑戰純喜劇 純喜劇 是周星馳類的還是 周星馳類的或是 朱大哥類的 我都想要去演 你想演賀歲片 億萬票房賀歲片很久 有啦其實是念幾億萬 沒有啦就是想要挑戰不同的 就是我們也接觸過的東西 然後雖然平常私底下就是比較愛講垃圾話 去取悅大家 但是那個垃圾話其實也不一定是很好笑 所以我就想要試試看說 真的去演喜劇的時候 我可以做到怎麼樣 我是真的會讓人家覺得那個節奏好笑 還是這個人好笑 還是這個角色好笑 還是這個戲好笑 我想要試試看 而且 你喜劇 在金媽獎有 能夠入圍得獎也是很厲害的 周星馳曾經有得獲 對所以我覺得這個想要試試看 其實今天非常開心的就是 人數還有事情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分享 五年了各位觀眾 我希望你五個月再來上我們節目 可以五天嗎 可以盡量 好五天再來 我收錢喔 我只收這個就好了 對 兩位在這個親愛的殺手當中 真的是讓大家有非常印象深刻的演出 而且這個作品很特別 然後很撼動人心 他在這個社會階層的討論 弱勢的討論上面 其實是真實寫實 卻又富含著這個情感 感謝仁硕 跟自己今天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謝謝韋國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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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而且也因為今天來呢 就是我們現場也會提供 就是五份的這個兩位的千名台報 要怎麼樣 要怎麼樣能夠得到呢 就是要來去看我們的粉專 也希望大家持續鎖定我們的頻道 要記得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還有分享喔 好謝謝大家 今天的收看也謝謝兩位 掰掰 謝謝大家 Cheers Cheers TALK一杯 謝謝 TALK一杯 這杯擁別的武器裡面的材料有 Barcelo ROM Duck ROM 然後還有PX雪莉酒 然後還有我們自製的AMARO 如果你喜歡的功效 應該看 三AMARO